好由花莲县政府主办花莲县文化局承办的2023回篮美展 26组是进入绝省的创作者作品直起在花莲文创园区第24栋来展出 之前举办颁奖典礼揭晓各组的得主 而当代艺术创作类最高殊荣回篮奖 由香港艺术家以加多双快 获得评审委员一致的推崇 获颁新台币50万元的奖金 作者对获得肯定也激动的落泪 回篮美展自1995年花莲开办至今 由地方美展逐渐转型为全国竞赛 2021年扩大为国际争鉴 鼓励参赛者将花莲经验反映自身创作理 2023回篮美展日前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第24栋 举办颁奖典礼 本届当代艺术创作类首奖回篮奖 最后由来自香港艺术家VA WANCER 以加多双快或评审委员一致肯定 获颁新台币50万元奖金 上台致辞一度激动哽咽 感受到你们的家里的感觉 所以去你们家去释放 然后真的在台湾 战化年才可以承受到这个家里的感觉 你们台湾没有不化力 这很多人都要自己去你们家去释放 然后让我感受到你们的爱 感受到你们的文化 感受到你们说 借让我们向感来的这边的感觉 所以这一次我们的讲 真的是感谢台湾政府为 建峰大派会有让我们向感染的 在关会其实释放只是一个使势 是阶级的很多香港人 过来这会之后 其实对你们来说 我们还是将会打准我们的一些资源 但是你们才是很慷慨 借到我们在这边 也是一个证明 这边台湾是个很大爱的文化 VA WANCER由于身份敏感 而以面具世人 因香港政治动荡 去年六月流亡台湾 今年初发起加多双块艺术计划 征求台湾网友要他到家里做客吃饭 事后以一张全家福画作作为答谢 共创作35张全家福书为绘画 五则日记和各家送给他的礼物 今年六组的创作都非常的精彩 那评审团有一个共识是 今年的当代艺术组 他核心的评审的概念是 创作者的生命经验 创作者的理念 跟创作者的技术 这三件事情 我们能够非常的顺畅地去做联系 那这是大家的共识 所以在最后 投票的时候 都能够到我们的共识 那这个部分也跟每一位的创作者分享 花铃文化局表示 今年令政色经典媒财创作类 分东方媒财平面 西方媒财平面 及立体造型三组 更有来自中港澳日美等地艺术家 共计212件作品参赛 最后26件作品脱移而出 2023回来美展 及其展出至12月30日 欢迎前往列宁欣赏 记者蒋邦雁华林氏报导 增与 好